你能够不强暴吗 为什么放不下呢 实在讲啊 就是咱们用这个迷惑颠倒的这个方式 从无量介意来用到今天 用成习惯了 学也学不掉 明明晓得都是不对的是错的 想把它改过来 改不掉了 那这习气就起现行嘛 这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法门好 就这个法门叫方便 第一方便 还用牵挂 不要牵挂别的 牵挂阿弥陀佛 牵挂无量受精 把你那个习气转一转 换一个方向 换一个目标 你这样牵挂呢 依旧用牵挂 给都说 这叫待业往生 生凡胜同志土 如果一下觉悟了 我这个也不牵挂了 那好 你生十报状元土 所以这个就牵挂恨门往生 这个好 这个难得了 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 其他法门里头 没有的 我一读净土法门 有 所以净土法门是 人人能修的成功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呢 你要把那个牵挂的方向目标 换一换才行 你要不换的话呢 我永远还牵 牵长挂度 把这个世间法了 牵挂其他法门 一方面念佛求王生 这个是重要 这算不能成功 所以前面讲呢 环同懈怠 你得不到结果 真的要转啊 这个不转不可以 要时时刻刻警惕 这个听经就是警惕 提醒你 三天不提醒 忘掉了 老毛病又犯了 又忘掉了 要时时刻刻提醒